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时钞聚焦 川普的消息 我们现在看到这是英国的每日电讯 他寄付了昨天晚上川普在威斯康辛 去背书在共和党内部进行初选的一个 威斯康辛州的州长的一个竞选者 这是他基本上现场的一段故事 在威斯康辛他再次跟彭斯直接对垒 彭斯去背书了另外一个人 背书了另外一个人 而彭斯的背后有一大堆共和党大佬去支持这个人 大概有五十几个 包括克鲁斯 所以威斯康辛州就成为了亚利桑大州的州长 川普获胜之后 另外一个 所以这几个州都是一个非常竞争的了 so far到前面呢 在此之前呢 比较竞争厉害的是一个佐治亚州 结果佐治亚州的坎普 在彭斯 彭斯内是偷鸡去巧了 在临投票之前两天吧 那彭斯呢就背书了坎普 那我们知道佐治亚州 川普整个在佐治亚州都是走背子的 亚利桑大州呢 川普是全面都是获胜 那现在转到了威斯康辛 所以威斯康辛呢 就显得非常的突出 因为威斯康辛在他的众议院当中的 众议院当中的议长 叫沃斯的 川普也是反川普 所以威斯康辛就在他的共和党内部呢 不太接受川普 不接受川普的力量非常的大 但威斯康辛我们知道是 是在整个美国大选当中 比较最荒唐的一段故事 拜登曲线 所以里面就 这些都是他内部政治的东西了 但我们看到就我个人来讲 只是跟大家分享 川普不妥协的那一份做法 根本不妥协那份做法 那在相反在美国的媒体当中 却没有这么太多的报道他个人 美国的媒体真的没有报道他个人 你会看到越来越弱的 这是一个错综环境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说 到了七月份之后 出现的一种交叉的场面 而这交叉场面 在个体的角度来讲 有一些磨难 但是在整体的角度来讲呢 你就看到 就是真正的正的力量 在恢复他原来正的力量 左派的整个正的力量在衰败 左派力量在衰败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场面 那就现在来讲 我个人愿意看到 拜登的痒 就持续复痒 这个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如果拜登出了意外呢 基本就是左派就会 就全满了 基本就全满了 因为他的基础 拜登 本来拜登出事也就OK了 因为他年龄在那里 但是拜登的一切呢 却是川普的一切 是川普的一切 而整个所谓的主流社会 跟这个就是传统的政客 跟川普是对立的 传统的政客 被跟川普对立的时候 而川普在民间 整个草民阶段 草民的层面 是完全不可动摇 所以就形成了一个 非常强烈的对比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种过程 我依然愿意把它看成 是军权神兽的过程 在修正人们 在民主的理念 自由的理念当中 却背离了道德的约束 在修正所谓这些 成为保守派也好 怎么样也好 都可以这么讲 那川普依然是有 他个人的风范 就是既是优点又是弱点 他毫不吝啬地去表达自己 去赞扬自己 一点都不吝啬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这个那 毫不吝啬地去表达自己 在今天的所谓民主的体制之下 显得非常刺耳 就是说他非常内 可他讲的又都是真实的 他无论怎么去表达自己 又都是真实的 然后呢 他并没有去主动去害谁 没有 他就是给人们一种选择 所以而左派不是 左派当你不择手段 和精英不择手段 获得自己利益的时候 他会毫不顾忌去害别人 他害别人没有任何顾忌 他把它解释成一种能力 所以这就是 这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 当毫无顾忌去害别人 获得自己利益的时候 那是丑陋的 咱说话说 那是真正丑陋 所以这是这个故事的本身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来处 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的这篇文章的技术 英国的美日电讯 就是他的标题 他内容非常的详细 他没有太多 他只是记录 我是美国历史上 最受迫害的人 抨击了拜登的通货膨胀法 抨击了穆勒的有关俄罗斯调查 有些内容是重复的 那他把自己描绘成是 美国历史上最受迫害的人 他是借助一个朋友的说法 星期五昨天晚上在威斯康星 叫做沃基萧举行的集会 直接抨击了共和党的软弱者和民主党 那他说我一个朋友跟我讲 我是美国历史上最受迫害的人 那是不是最受迫害的 那就看哪个角度了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这是看哪个角度了 如果从就是抛弃什么死亡这些 放在一边的话 他给他带来的那种精神的磨难 和他生活的对比 他生活对比就是 他如果不竞选总统的话 他过着自己奢侈的生活 非常奢迷 非常奢侈的生活 他又花不完的钱 他只要维持 就以这样的方式维持 就OK了 所以他就 这是一个很 确实是这样 当他进入到政坛之后 遭到这样的迫害 遭到这样的冲击的时候 因为他的出现 直接摧毁了 那些政客们虚伪的东西 摧毁了他们的利益 而那精英都是羡慕妒忌恨的 那羡慕妒忌恨是因为没有道德约束 所以羡慕妒忌恨在精英者进入这个行业 就是为了获得自己的钱财 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像川普一样 哪怕他的子孙像川普一样 那样的奢民和奢侈跟富有 但他做不到 那做不到呢 就会以打击对手 以摧毁对手 打击对手 作为彰显自己能力的方式 这个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很多回来 抨击了拜登在有关通货膨胀法 本身上的问题 那抨击了温和的民主党 民主党参议员 以及少数党领袖 麦克奈尔 被抨击的是莫钦 那莫钦在有关通货法的本身上 他妥协了 他不像以往那样的 去反对拜登的做法 因为他大概七千多亿吧 所以牵扯到一个 牵扯到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那沃斯呢 拒绝川普 拒绝川普这个 有关2020年选举的呼声 那这是威斯康星 那集会呢 本身呢 是来支持他希望的 叫做迈克尔斯 迪姆·麦克尔斯 这是一个集会内容 所以他在英国的金融时报呢 英国的每日电讯呢 非常的细节 他其实本身 他也是一种左派的 就是英国的媒体 左派的痕迹也相当凶的 其实现在在有影响的媒体当中 你说哪些不是左派的 太难了 真的不是左派 不是传统的话 对不起 他很难在这个环境中立足脚 因为那些完全成为了帮派势力 成为了帮派势力 成为了一个完全笼罩在 现在人们生活的环境中 所以这是一个根本所在 文章很长啊 我就跟大家介绍 刚才梗概都介绍了 那川普在威斯康星当中 在集会中宣布自己是最受迫害的 那2024是否来选参选 他还是不能讲 然后他提到说 我们站起来反对那些 最具有威胁力的力量 根深蒂固的一种利益和恶毒者 我们充当这样的反对者 有朋友说 我是美国历史上最受迫害的人 那我觉得他是对的 所以他接受这个说法 然后他抨击了穆勒的 有关通俄门的事件 这都是个骗局 说如果这种事情的话 没有人经历过 所以为了结束这种迫害 他要求我放弃我的信仰 如果我同意保持沉默 只要我待在家里就可以了 但他我不能这么做 我过着非常好的生活 非常奢侈的生活 但是我为了美国 为了支持者 我必须站出来 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那来进入这个环境 我的奢靡生活很好 这段话是重复的 在一个多星期之前的 另外一场集会中 他描述 他讲述了同样的话 所以这是昨天现场的场面 那然后他就抨击了拜登的通胀 这个通货膨胀法案 是他讲是民主党历史上最大的增税法案 这些都是他就是另外一回 另外在我眼睛里 我觉得这就是政治上 自然就会这么争持了 自然就会这么打了 来讲述通货膨胀 然后他抨击了麦克奈尔 因为麦克奈尔表示呢 他会支持这个法案 所以他就自然就抨击他了 那这是现场的照片 这是被他背书的竞选的这个州长 威斯康辛州的州长 这是现场支持的人 现场的活动 然后他然后这里面就提到了 那他所支持的人的另外一个人呢 是被是被这个彭斯支持的 所以彭斯支持这个人呢 是比较比较老牌的政客吧 就只能说比较老牌政客 他们在讲述之间的相互这种对比的关系 我自己觉得就OK了 因为就是这么一个政治性的东西比较强了 这是现场 那里面就谈到他的对手 就是被川普支持的这个人的对手 他得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原来的参议员 叫做沃克的支持 那还有克鲁兹的支持 那以及包括56名的立法者和州的商会 以及本州的大批的警察 所以这就故事就改变了 就是就看在这一次的对垒当中 那川普支持的人是否能够获胜 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环境 因为对方遭到了大批的支持 而他支持的这一方 是他个人的力量 所以很显然 川普在威斯康星的支持 在挑战着今天共和党内部 相当大老实的人物 因为克鲁兹并没有太反对他 没有反对川普个人 但是克鲁兹在威斯康星本身 却支持着支持者跟川普的支持者对立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者